火灵儿上届的遭遇让人心疼 火灵儿为何会黑化 在下届大劫降临之时 石浩首先想到的并不是石国的安危 他最先想到的乃是火国公主火灵儿的安危 可奈何石国事态紧急 他也只好先行回到石国处理内乱 待到石国局势安定下来后 他便再一次担心起火灵儿的安危 好在魔女将火灵儿已经跟随他父皇 前往上届的消息告诉了石浩 这才让石浩放心不少 殊不知火灵儿在上届的遭遇十分让人心疼 那么火灵儿在上届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上届一共被分成了两块区域 这两块区域名为九天和石地 其中的石地是由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稻州所组成的 因此石地也被上届修士称为三千稻州 火皇与火灵儿通过天人族的传送阵所到达的地方便是三千稻州 在三千稻州之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稻州其名为醉州 在醉州生活的修士大多都是最显的后裔 他们在其他稻州修士的眼中 和囚犯基本上差不了多少 不过若非没有特殊原因 其他稻州的修士还是不会在此地滥杀无辜的 因此那些醉邪的后裔们才能够在醉州得以生存 而在醉州发展最好的道统 便是上届火族所建立的火国 火国之中不仅有天神坐镇 其中更是有叫主级的人物坐镇 在醉州火国可谓是最庞大的势力 只要随便一打听便能知晓它的具体位置 如此一来火皇与火灵儿便十分轻松地找到了上届火国 此时的火皇虽为神火尽强者 不过对于上届火国而言它的实力根根不够看 因此火皇也不可能成为上届火国的统治者 但是好在上届火皇念及火灵儿 妇女两人乃是上届火族的嫡系后人 并且还在下届开创出了不凡的局面 因此上届火皇十分厚待二人 并且赐予了他们皇族庄园等赏赐 得到皇族庄园之后 火灵儿妇女便将他们从下届所带的数百株灵药 栽种于此地 由于上届的大道比下届的大道更全一些 所以灵药栽种在此地之后 有一些灵药便慢慢蜕变成了圣药 数十颗圣药齐聚于此 即便是大教也难免会眼红 为了不让妇女二人惹上杀生之祸 火皇不但果断将这些圣药 净献给上届火皇 而且还将皇族庄园还给上届火族 此后火皇便带着火灵儿 在火国一处偏僻的地方隐居起来 妇女二人平时便依靠着养殖火丧残为生 也正因为火皇的睿智 才让妇女二人过上了一段安宁的时光 但很快七神下界斩杀十号的消息 便传到了火灵儿的耳朵之中 火灵儿知晓此事后万分悲痛 整日以泪洗面 为了悼念十号 火灵儿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为十号树立了一座衣冠种 之后火灵儿便开始慢慢重新振作起来 见到女儿慢慢好起来之后 火皇也是能够放心地去游离大陆 一年之后 十号在前往仙谷之地的路途上 与火灵儿再度相遇 彼时的火灵儿 已经不再是一位宇常华府的小公主了 而是一位辛勤劳作的采丧女 两人一见面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但此时的十号 必须要前往仙谷之地 参加最后一场仙谷之战 火灵儿深知仙谷之战究竟有多危险 但她还是没有阻止十号前往 只是让十号活着回来 而她将会在这里一直等着十号 仙谷之战结束之后 九天十地的大人物 为了迎接未来的威胁 特地举办天神学院 并将九天十地的精英子弟 跳出送入其中学习 而十号作为仙谷之战 第一名自然也在其中 为了能够洗清十足和火族醉血的身份 十号必须加入天神学院 然后前往边框弄清事情的真相 十号深知自己所做的事情 究竟有多危险 所以在临行前 她特意前往醉州 向火灵儿辞行 并且十号还将她在仙谷之地 所夺得的一些造化 送给了火灵儿 使得火灵儿能够立地成为天神 如此一来火灵儿 便能活上更漫长的岁月 也许可以等到十号 弄清真相归来的一天 此时的火灵儿 与十号心中都有对方 可火灵儿 想让十号先开口 所以迟迟没有表白 而十号自知前路危险 所以不愿耽误火灵儿 因此也没有向她表白 眼见两人即将错过之时 火皇外出归来 她的一番话 当即便打消了十号的故义 十号勇敢地向火灵儿表白了 在火皇的见证之下 两人当天便成婚了 这一晚 两人彻夜长谈 将上次未能表达的相思之情 一并叙说出来 直到第二天中午 十号才踏上了前往边坑的道路 而火灵儿 则是一只默默地守在火丧树旁 等着十号学成归来 只不过火灵儿 未能等到十号 她等来的只有安兰遮天般的剧场 在边坑大战之时 抑郁不朽之王安兰 为了能够拿到开启 抑郁起源骨气的钥匙 不惜冒着重伤的危险 强行破开地城的防御 将远在数万里的罪周 连根带走 此时的十号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安兰将火灵儿抓走 一点办法也没有 罪周的修士 被安兰带回抑郁之后 他们的元神 便被安兰关押 在金骨殿之中 而他们肉身 则是受到黑暗物质的影响 成为了抑郁的一员 这也是 后来火灵儿 为何会黑化成 黑暗火灵儿的原因 明镜与点点栏目